對鏡頭 靦腆微笑 六號迎來十八歲生日的優仁親王 前往皇居寓所 接連拜訪天皇及上皇夫婦 目前念高三的優仁親王 成年禮預計二零二五年春天舉行 這是繼他的父親邱小公文仁親王後 日本皇室睽違三十九年 再度有皇位繼承群的男性皇族成年 皇族費將翻三倍 從三百零五萬日元增加到九百一十五萬日元 優仁和爺爺名人上皇一樣是個生物迷 從小最新蜻蜓研究 外傳他第一志願是東京大學農學院 他上個月底才和秋小公夫婦 一同到京都參加 有昆蟲界奧林批克之稱的 國際昆蟲學大會 日前與知名學者聯名發表 皇居蜻蜓相關論文的優仁 理論上應該留下來與學者交流 但他只出席了開幕式 被批評是為申請東大來作秀 優仁兩年多前進入名校竹坡大學附屬高中 日媒周刊文春就報導 優仁升學戰略 外傳由母親季子妃一手策劃 但知情人士透露 除了生物以外 其他科成績沒起色 本人恐怕也很痛苦 老師問問題答不出來 全身僵硬 共內廳駁斥都是未經證實訊息 但日本輿論普遍認為優仁沒有上東大的實力 且皇室其實不需高學歷 批評邱小公夫婦如果不擇手段 硬要讓他靠推薦入學進東大 反而會讓優仁提早失去民心 三點新聞 科亞韩報道